新闻来源加股无忧 华人注意 加拿大退休人士的养老金即将发生重大变化 据英文媒体The Globe and Mail报道 无论你是最近退休还是多年前退休 在某一年可以获得的老年保障金 Old Age Security的最高金额都是相同的 但加拿大退休金计划Canada Pension Plan 简称CPP则不然 CPP可支付的最高金额取决于你停止公款的时间 对于2024年满65岁的人来说 最高年度CPP退休金约为16400加元 这反映了2019年至今CPP上涨的影响 该金额随着通胀率而持续上升 如果2025年的通胀率为2.5% 此后每年为2.2% 那么2040年支付给2024年退休人员的最高退休金 将约为23300加元 相比之下 2040年65岁退休的人可以获得的最高退休金 估计为32800加元 两者之间9500加元的差异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预计工资通胀每年将比价格通胀高出1% 一旦人们开始领取CPP退休金 它只会随着物价上涨而上涨 但是如果你的CPP在未来一年开始领取 它会随着工资上涨而上涨 直到你开始领取退休金的那一年 第二个原因是 CPP上涨将在未来几年继续分阶段实施 但只会影响未来的退休人员 而不会影响已经退休的人 如图所示 随着时间的推移 差异会变得相当大 值得注意的是 这张图表没有反映出选择70岁之后退休的人们将获得的CPP金额 如果一个人继续工作到2040年并在那一年年满70岁 那么他可以在2040年获得最高约46600加元的CPP退休金 大实话 加拿大打工人何时退休领养老金最佳 越早领钱越好 加拿大打工人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 应该在什么时候退休领养老金 大多数财务规划师建议您延迟领取公共养老金福利 使每月领取的金额尽可能更高 但是一份最新报告称 降低提前领取的资格年龄 对一个特定群体有帮助 低收入工人 目前 加拿大人可以最早在60岁开始领取他们的养老金 一份由Global Risk Institute发布的报告称 早于65岁领取养老金 可以使低收入老年人在经济上更好 减少老年人的贫困率 该报告研究了1980年代发生的两次加拿大养老金改革 这两次改革将提前领取资格年龄 从65岁降低到60岁 结论是 低收入退休人员通过更早领取养老金在经济上受益 如果您在65岁前领取 Canada Pension Plan CPP 每月领取的金额将减少0.6% 或每年减少7.2% 如果在60岁后就开始领取 最大减少幅度为36% 另一方面 退职领取意味着每月的金额将增加0.7% 或每年增加8.4% 但是 低收入退休人员的预期寿命比高收入退休人员更短 这意味着他们可能活不到能享受那些好处的年纪 他们可能也需要更早增加现金 以应对日益上涨的生活成本 这就意味着提早领取不仅是更明智的财务决定 也是他们能负担得起的唯一财务决定 这是个显而易见的选择 National Institute on Agni的财务安全研究主管 Bonnie Jean McDonnell说 推迟领取养老金的低收入 加拿大人如果进入不同的税收档次 也可能会随着年龄增长 而面临更高的税收 在60岁领取吗 这对他们来说是彻底改变生活的 这对他们来说是彻底改变生活的